各位 作片時間是2019年11月16日 澳洲東岸時間下午6時12分 我正在看一個是幾日前的報紙 這個就發表在businessinsider.com 題目是英文的 China is leading a 15-nation pack that would create the world's biggest trade deal The US isn't in it 意思是中國和15個國家組成貿易夥伴 在這裏美國沒有份 這個夥伴關係就叫做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已經用了7年時間 根據另一個報紙叫boonberg 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的合作 包括澳洲、中國、印尼、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南韓 表面上中國是第二大經濟 另外日本是第三 跟著有一堆都很大的經濟 全部加起來 就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了 而這個經濟體裡面 唯獨有偶就沒有了美國份 這個也是引致美國特別關心 想制止中國的無聲 其實本來在 Donald Trump 還沒做總統之前 奧巴馬在做一個TPP 叫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那裏是沒有中國份的 因為沒有中國份 所以中國又搞了另一檔 你不衝我玩我會自己來 搞了另一檔 就是RCEP 結果 TPPP 就沒有了美國份 因為Donald Trump不肯玩 結果日本人帶頭 搞了TPP出來 當然美國卻縮了很多錢 而中國這個RCEP 現在成功地就簽了 因為加上中國上去 所以現在這裏是一個最大的 Trading Partnership 製造了一個非常大的 貨物交流網 這個網已經被TPP緊要 因為TPP沒有了美國玩 美國就說我可以重新參加 不過要重新 Negotiate 要重新 談判 那些條件 人家花那麼多時間談判 就算是你帶頭 現在你又不肯不肯回來再玩 沒有這件事 所以 現在我們看到 中國在經濟上 的確是開始 對附近國家 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尤其是因為中美貿易戰 引致全世界的經貿 都有一個衰退的壓力 在這個形勢之下 這個RCEP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前進的指標 來的 我感謝大家分享 拜拜